虽假已早欲衣食必归磨灭 最后一定要分散 也就是你这个身体最后一定要 你就算用洗澡洗干净 穿干净的衣服 吃营养的东西 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养生 养生的食物 养生的食物 吃了 最近也很多人在谈这个 像那个健康2.0 教你如何健康的方法 健康2.0 还有那个另外电视常常播出来 健康要怎么样子养生 还有营养的师傅 营养师 教你怎么样子吃 不管你再怎么养生 必归磨灭 一定会死 你看过那个永远有永远不死的人吗 没有啊 所以这个必归磨灭 一定会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